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欧凡教授更认为香港的经历是张爱玲人生的转捩点 今集就等我们一起去圣母堂 香港大学的冯平山楼和陆右堂 尋找张爱玲在香港战乱时期生活的痕迹 1941年12月8日日军开始攻打香港 随着战火蔓延 性母堂学生宿舍也避不过炮火的摧残 张爱玲躲在宿舍最低层的黑房里面 都听到窗红弹雨的声音 后来香港大学停止办公 张爱玲和其他外地来的学生都要离开宿舍 参加首成工作 冯平山楼是当时香港大学的中文图书馆 战争爆发后 这里就被征用为防空站 张爱玲在这里做防空员的时候 随时都可能被轰炸 但她一生只想要看完手上的书 几乎只生死于道外 可见她多么热爱文学 张爱玲还将这段经历化为逆经的情节 主角被派到图书馆驻守 就好像小朋友去到高饼店那么开心 更因为找到一本曾经看过的小说 而有他乡与故知的感觉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 张爱玲认为战争会令人觉得 世上所有事物都是靠不住的 房屋会被摧毁 钱可以转眼变成废纸 还要面对死亡的威胁 又不少人都赶着在战乱时结婚 希望藉此找到依靠 倾城下的结婚潮 启发到她的创作灵感 尝试去描写在大时代生活的恋爱小事 因为她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 比在战争和革命时更加素朴和放置 到底这些战争时期的经历 还会对她日后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呢? 香港战争时期的生活经验 是张爱玲日后创作的传源 张爱玲在1939到41年间 在香港大学读书 在殖民地文化环境里接受教育 并且吸取文学创作的灵感 香港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 可以分两方面 第一方面 是张爱玲把她的香港生活经验 化为作品里面的素材 例如《第一勞香》用香港做小说的背景 《倾城之戀》、《易经》和《俊娱乐》 都写到张爱玲在香港所见的人和事 第二方面更加值得强调 就是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接受文学和历史的训练 培养了一种世界视野 她的历史老师佛朗士教授的史识 文学老师佛地山教授的跨学科视野 为张爱玲提供了史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思考角度 除了文学院书单里的西方经典 张爱玲也有机会在冯平山图书馆读到其他书 包括她很喜欢的Stella Benson写的《游记》 Benson那种二国游历观察世界的眼光 一直贯穿张爱玲的创作 张爱玲的学业因战事而中断 唯有在1942年搭船回上海 从她的半字转体小说《逆经》 或者可以窥探到她离港时的感受 经历完战火后终于可以回家乡 内心自然充满喜悦 但香港始终是她生活了两年多的地方 于是她努力将眼前的景色托印在脑海之中 不过她并不觉得 这次是她最后一次欣赏香港的风景 的确即使她回到上海都依然深入香港 自1943年开始 她就尝试将香港的风景和众生相 化为写作素材 写出一篇篇的《香港传奇》 《倾城之暖》 《沉香舌第一劳香》和《沉香舌第二劳香》等 以香港为背景的小说令张爱玲飞声闻谈 她还在1944年发表散文《浸如鹿》 记录她在香港之战中的观察和经历 李欧凡教授更直言张爱玲 单凭《倾城之暖》和《浸如鹿》两篇作品 就已经足够奠定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地位 下一集我就带大家一边阅读张爱玲的代表作《倾城之暖》 一边游览她不下的浅水湾 《浸如鹿》三股